刚才我们说到陈铭的体检结果不理想 如果继续打比赛 很可能他这身体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如果不打比赛的话 陈铭的这个职业生涯就此结束 当时呢很多人都说还想什么呀 当然是身体要紧的 可谁都没想到 这时候陈铭呢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想阻止我打比赛 但是我还是想打上比赛 他这一句话把我这个梦想给我浇灭了 我很不情愿 陈铭你不能打了 但是我也要坚持 所以说他今天 他说的我今天也是一个参考 陈铭不甘心就这么放弃比赛 放弃自个儿的梦想 权衡之后他最终决定了背水一战 为了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比赛 陈铭呢一边进行理疗 调养伤情 一边继续锻炼 每天早上九点 陈铭都会来到训练场 开始进行大强度的训练 努力把身体调整到散伤状态 其中包括五公里的耐力跑 翻八足轮胎 训练上臂的力量 而腿部力量的练习呢 陈铭更是不敢放松 虽然脚上有伤 但是他每天还是坚持跳绳 一千下 踢脚吧 一千下 这对于已经瘦伤的这个脚来说 损伤可非常大 脚腕 脚踝 腿 这是主要表演动的 现在他也没有完全恢复好 他有的时候那个腿还不敢踢 因为踢了是吧 碰到三个位置 他还是特别痛 这个他磨得 起脚 挺好的 中间是 现在这块 你这疼吗 踢的是吧 很疼 没办法 赶在这儿 就是必须还得练这只脚 打一场比赛 付出十个辛苦 胜负还不知道 但是也得练 不练心里更迷点了 就得慢慢练 为了最后的这场比赛 陈明心里头憋着一股劲 人家拳王那么大年纪还能打 只要自己还能站着 就还能再打一会儿 咱们轮两句啊 行 行 再来一句 来 干这 陈明已经大旱领了 但是他不肯扳明 这样高强度的训练 对于年轻人来说 都是很消耗体力 就更别说言过令 人家陈明了 大家知道 陈明这是在咬着牙 投入全部的力量的训练 可神也没想到的是 就在陈明积极备战的时候 有一个消息却不期而至 因为费用原因 这场比赛无限期的延迟了 这样的消息让陈明很遗憾 但是陈明说 只要这比赛没取消 他就会继续训练 只要自己还能打 他就会一直等到比赛那一天 或许陈明征战赛场的心愿 不知道何时会实现 但是他那股的 不服输不服老的劲 却始终不断的 感染着身边的人 在我心中来说 他就是一个操人吧 打侠吧 看我回家 就看我爷爷 我奶奶那个状态 平常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他六十多岁的时候 还有这种精神 做了一些平常人 就算你想做 也不敢做的事 挺佩服他 就是这种 感觉精神嘛 是我们知道学习的 无论是队员们 还是曾经比赛现场的解说员 说的最多的 都是被陈明的精神打斗了 古僧一龙呢 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 世界顶级泰拳 SE金腰带得主 但是说起陈明这位 爷爷级别的拳手 古僧一龙啊 说他都甘拜下风 确实像陈明这样的年纪 还能活跃在全台上 这很多有能力 据了解呢 就算是职业运动员 和陈明同龙的基本方位 都退役复闲了 但是陈明呢 却一直征战擂台 他已经是目前中国年龄 最大的职业国际传手了 是 我